我来说一下 当您知道还要再多付45万以后 您做了什么 我就到到中级人民法院 去找了当时给我女儿签订调解书的人 对那个法官答应让我撤销调解书 那后来您去检察院了吗 去了 提交正式撤销的申请了吗 因为我没有律师 是我自己写的以后 当时那个法官倒是挺好的 他就答应了说想给我撤 但是他说他必须在跟他们那个领导商量 反正人说他领导反正没同意 那就是其实后来都没有下文 如果最终咱们这份调解书没有被撤销 还要去按照他的行 您认为是您去给还是女儿去给 我女儿说说让我上外地去租房去 把我的房租出去用这个租金来还 我说我都多大岁数了 我说我都快70岁的人了 我还跑外去去租房去 好 刘律师 老林家 你其实在录节目的时候 多次说过 额我女儿的钱 你就额我女儿这么多钱 就额去我女儿这么多钱 你就额我女儿那么多钱 对 就是额 正常应该说是额我的钱 而不应该是额我女儿的钱 你在心里 你今天打这个官司 就是想通过你出面 以你不知情为借口 想把这个调解书推翻 是你的本意吧 对